好好的同學會怎麼會變成全五行呢 在玉璃鎮有一天凌晨2點多 一群人在酒吧KTV舉辦同學會 沒想到其中顧姓男子喝醉酒 找人說話時被要求等一下 他不滿拿起酒瓶就想打人 還要求到店外來講清楚 因此雙方就在空地上扭打 之後這個顧姓男子離開酒吧 越想越不開心又再次折返大吵大鬧 最後直接被警察帶回派出所 兩名男子站在雨中不斷地互相咆哮嗆聲 先打給你兩人 要舉起 我們拍你啊 你這樣 中間黑色衣服的男子還做事要打人瞎秒 兩個人就扭打成一團 站在一旁的民眾不但沒有上前卷組 還一邊笑一邊錄影 直到兩人真的倒地才意識到情況不對 趕緊打電話報警 我們拍你 我太高了你 聽到有人報警 兩人才終於肯放手 事情就發生在27號的凌晨2點多 一群人在花蓮玉里一間酒吧KTV辦同學會 大家都是從國中高中就認識的朋友 但是因為當時男性男子正在和別人聊天 只是說了句要對方等一下 就被認為是不給面子 顧姓男子直接拿起酒瓶 做事要打人 並在店內大聲咆哮 要求到店外空地講清楚 一名男性民眾與有人顧姓民眾因酒後發生衝突 那警方到場後男民已經先行去就醫了 僅僅顧名一人在場 那警方發現他身上有傷事 於是拨打119協助其送醫包扎驗傷 明明同學開心聚會卻因為酒後起爭執 不只同學間傷了和氣 最後還進了警局同學會不歡而散 記者高雙雙玉里正採訪報導